大家好,今天是4月23日,星期二 自然有一個嚴正聲明說說 最近騙子仍然活躍,因此要說一件事 我並沒有Telegram,WhatsApp Group,Facebook Group等等 公開的,並沒有這些 所以如果你不是真真正正在我的名單中 我自己的朋友名單中,你絕對不會收到這些東西 另外就是,記住了,有懷疑,請打18222 接著,今天的市場是升的 不過,上升的板塊就不是很多 不像昨天那樣,那麼廣泛地上升 今天屬於整股期 然後就是,今天上升的板塊入面 看著保險仍然上升 保險之所以為何會升呢? 原因是因為,昨天來說,很多中資股,特別是銀行股都會升 保險國內保險股很多 也有買到國內的銀行等 等等等等,投資,他們站穩,自然他們表現就會好 汽車個別也會好 電信服務一向都可以 因爲保健昨天升了上升 今天繼續盡多一級 看看保險 保險會時之中 你看到的是,不是太多小牛龜的 但那些比較大些 例如,財險等等等等 這些全部都有上升 再其次就是,有汽車 汽車就是這些 金豬的那些,就升了很多 大動了很多 其他那些汽車都是OK的 都是上升 比亞迪不見 再其次就是,有公用事業 公用事業就是包括一發電等等 這些全部都有 都OK的了 留意著,這些都適合高一點的東西 再其次就是,電信服務 電信服務等等 這些東西都是有中餘同 什麼什麼什麼 聯通這些都升 這些都升 這些都是小的東西 這些都是小的東西 接著就有醫療保健 醫療保健的就是 除了這些大些的 其他都是很小的 帶動到那個 百分比增長很多 因此整個板費扯高了 大牛龜的股票方面 騰訊、盈庫、美團等等 這些都有上升 都比較這樣 就支撐了股市 也都因此 其次方面 站上保利加通道的中軸 這個比較重要的 這裏來看 就是大致上 在162、160 這些地方 應該有支持 上面 這裏 172 這些地方 有阻力 所以 升波這裏的話 就可以上升 一級 去到大約 183、185 去到6月30日 去到6月30日 就會撐到這裏 我給2個月爬 這裏大約1500點左右 應該爬到的 這裏大約2個月 也都說過 昨天 要留意 成交方面 應該會慢慢增加多 昨天的成交 我個人覺得 不是太理想 因爲 不可以超越之前一天的成交 這裏沒法 今天的話 希望 可以去到 拍齊昨天的成交量 這樣就可以突破了 五天平均線 這裏的成交 五天平均線 這裏的成交 就會比較好 上面的時鐘 我還要看 就是它 趨勢去到 挑戰172 這個地方 如果挑戰不到 又如何 又跌下來 就是162 又要走來走去 不過我覺得 今次 今次 是有望 是突破的 為什麼呢 一頂兩頂 之前這頂 三頂 如果突破的話 你就會多一點的了 那一定要 要不要突破之前 就要看成交 如果成交能夠站在 這個水平的 之上的 你想不突破都不行 除非它是跌下來的 就是這個意思 好了 我們看看之後 今天有什麼股票 可以考慮一下 一隻是京東物流